这是梅西在美国的首秀 也是他和布教授的重逢 布教授的直塞看似漫不经心 有时还会看向相反的方向 无论他怎么传 皮球都能精准的找到梅西 并且无论梅西是处于静止还是奔跑的状态 都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节奏 就可以获得皮球 就在大家都在期盼突入禁区的梅西会像以往一样破门时 他却将球传给了一旁的队友 现在的梅西早已放下了对球们的执着 见到布教授直塞的他 也会用同样高质量的直塞帮助队友推进 那个来去如风的少年 终究是到了要节省体力的年纪 然而迈阿密的中风多少些不争计 屡次辜负梅西的好意 如果那个男人还在的话 该多好啊 根据ESPN的报道 苏亚雷斯愿意抛弃1000万美元的薪资 换取和梅西在迈阿密踢球的机会 因为留给苏亚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 格雷米奥的队一层表示 苏亚的伤势很严重 以至于他必须要打上封闭层的商场 如果继续恶化的话 有其余之的可能 而阿尔巴 伊涅斯塔等巴萨就像 也在和贝克汉末商谈加盟一事 巴萨的主场从来不是诺坦普 而是梅西的脚下